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稍微開始了嗎 各位同心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很興奮今天還有這個機會跟大家機敏 這會是參與與眾議員的點召 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來退民進府打招 真感謝 真感恩 我今天要接剛才議長 跟各位介紹日本國會補充一部分 關於一般議會上市 所以我用這個台北議會概論 來跟大家探討 要說的開始以前 說這句英文有的 剛才議長有提起 說以色列這個國家很特殊 我們在說議會的事情 現在可以 跟大家介紹以色列一項 全世界沒有的特殊的地方 以色列的國會 如果 專屬統計的法案 算沒有統計 如果百分之百 大家贊成的議案 算沒有統計 全世界沒有那個 因為猶太人有一個觀念 他說大家都贊成 還是說大家都反對 有可能大家都不對 所以他的議案 一定是有反對到有贊成的 那種的議案才會通過 所以這是很特殊 全世界沒有其他的第二 例的可以說 OK 恢復我們的正題 我這個人名 印料不太清楚 我心這個怪事 我在猜大家 因為是 不是我本來的事 議長 因為我介紹大家 說 秤部族和 五三族 我發現我是秤部族的 你們知道秤部族 要看哪裡 看手 我手的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分離的 那不然我就看 家政大 家政大 說家政大 會被 那個 因為是秤部族的 基因團來 所以我介紹我 介紹我這裡就可以了 今天要給各位 大家好的 來用 這幾點 什麼是議會 議會的任務是什麼 議會有什麼制度 議會的省丸 還有最後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議會 什麼是議會 議會是什麼 議會簡單說一下 一人 集在 集在一個 在討論一項 事情 那個地方 就是議會 一群人 集在一起 討論事物 就是議會 這一群人也可以稱為議會 那些人 當然 現在來講的議會 跟我們一般來講的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什麼 這一群人在一起 討論事物 要尋一定的程序 那些是國家的議會 那些是政府的議會 還有一個固定的程序 要收 整序 如果在一個國家的層次 成功說國會 那些地方叫做地方議會 這個 沒有必要 說明大家應該都知道 知道了 議會的任務是誰 議會 在社會 民主社會裡面 它的兩個 重要的這個 任務 其實 可以算成一個 就是 代表民意 所以 議會 會 被稱呼為民意機關 其實議會不是機關 機關是行政難為 不過 統領 因為針對的 民意機關 針對的就是政府機關 所以為了要 講話讓它平衡 所以議會 也可以被稱為是 民意機關 為什麼叫做民意機關 當然就是說代表民意 在民主社會裡面 老百姓是最大 所以 民意機關也是 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的 最高權力機構 這些因為是 同等的 為什麼 可以把它稱為最高權力機關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機關 掌控 掌控 當地的財務大權 什麼人拿著錢 那個管理最大 可以這樣說 出錢的人 最大 有一點這個意思 再來 民意機關 民意機關 執行立法權 它的立法權 涵蓋什麼 狹義的來說 就是制定 修改 或者是 匯除法律 狹義的來講 一般 一般了解 創制法律 就在這裡 廣義的說 議會 甚至可以 決定 國家的大事 國家哪些大事情 我這裡列了幾個 代表性的東西 議會可以選 元首 還有政府官員 他也可以選舉 跟罷免 甚至 也有一些議會 有宣戰權 美國的參議院 就有宣戰權 和批准條約 國際條約 所以 美國的國際條約 如果沒有經濟 美國議會的批准 不算數 所以我們的 救濟戰合約 也是經濟美國的 簽議 有批准過 口罩 台灣關係法 也是一樣 現在議會 議會制度 議會制度一般來說 我們先談兩院制 兩院制就是 參議院跟眾議院 一般都會了解 也有人稱它是 上院跟下院 現在 上院跟下院有一點 會讓人家搞糊塗 以為說 上面是不是比較大 下院是不是比較小 其實不是 不是 現在的趨向 眾議院 它的重要性反而更大 因為 現在實行兩院制的國家 財政預算 財政預算 要先通過 眾議院 所以 它的管理 比較大 說到日本 日本的收集 它的提名 也是要從眾議院提出來 所以 所以 最近 差不多 每一個日本的收集 都是眾議院的議員 因為 他就聽那個 管理得好 他的地盤比較多 比較大 說到這個 兩院制 它的起源 是從古羅馬 那時候就開始有了 羅馬時代 它就有貴族院跟平民大會 所以 近代的兩院制 當然就 大家會聯想到 英國 和美國 英國 又是貴族院 和平民院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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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沒有貴族了 就是 他以前是 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 英國 結果美國 可能大家 都知道 美國 參眾議院 它的參議院 並不是貴族 它是什麼 它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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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領口的代表 眾議院 眾議院是算人頭 幾個人 可以 決定一個選區 可以選一個 議員 眾議院 參議院 參議院 每週 它不管大歲週 所以 參議院的議員 跟眾議院 相對不一樣 一個是 每一個 酒 有多少人 它就可以選 多少代表 但是 有那個酒 有比較少的 它算出來 眾議員 當然 人數比較少 所以 它的分量 就比較輕 因為這樣 所以美國 在創造一個 眾議院 的參議院 那個參議院 就是說 每週 不管你大歲週 都可以選 兩個參議員 所以這樣 國酒 就平定 沒有大歲週 這是在平衡 一些人口舊的 酒 它的眾議院 人數比較少 那個缺點 前後 第二是 世界的人 之後 日本跟 德國 兩個也是 猜出 兩院制 我們大家想不到 日本的憲法 是美國 比較強迫 叫它接受 所以 日本就要學 其實 德國也是一樣 德國也是前排 也是被人占領 但是 它受到美國的影響 比較大 所以它也學 這個 美國學的 兩院制 但是 日本的兩院制 比較有性 美國的兩院制 因為 它的參議院 跟美國的參議院 性質比較一樣 就是代表那個地方 但是 德國的參議院 比較不一樣 德國的參議院 它的議員 不是選的 它的議員是 酒 議會排出來 這個 酒的議會 它就去選 它的選法也是 還根據酒的人數 大酒 人比較多的酒 它選出來的代表 它比較多 它的票數更高 但是 因為 兩個議會 那個 任務不一樣 我們剛才說 所以 它有不一樣的 分量 在 再來 就是 剛才 已經 提供一部分的 過世了 三星的版團 雙院制 產生的方式不同 他們的任務 也有差異 原則上是什麼 有一部分是 根據人口數 來選代表 這些眾議院 用地區來算的話 大部分都是參議院 那 剛剛也稍微提到日本 像日本這樣子 算院制 預算案 美國也是一樣 預算案 先 由 眾議院 審查 另外 也有這種 任命式的 英國 那個上院 貴族院 還是用任命的 所以 裡面算 公的雙院制 到底 它有什麼好處 一般來講 它可以防止 議會的專制 和多數的暴力 兩個議會 它會互相牽制 所以 專制的現象 可能不容易發生 暴力 多數的暴力 大概也不可能 但是 它的缺點 就是 互相牽制 怎麼會互相牽制 如果我們兩黨 不一樣 控制 兩個 這個議會 都會 停頓在那裡 如果不 溝通的話 兩個議會 誰都不讓誰 這樣 事情就要辦 所以 兩院制 普通 都會去成立一個 協調委員會 就是兩個議員 各派 相對的議員人數 組成一個委員會 萬一有議案 有一個 譬如說 眾議院統計 參議院 補會 沒有要贊成 這樣的時候 兩個就要 去商討 就要去討論 要怎麼這個案件 來修改 才讓 兩個議會 都可以接受 所以 這個 雙彥智 比較麻煩一點 大家不知道有注意 雙彥智 差不多 都是現在 先進的民主國家 在在執 在修擁 第二次 洗到台前後 也有一些共產國家 他也接民主 他說 我們也要設一個 議員 議會 所以 很多共產國家 都設 單院式的議會 所以現在目前 看得出來 大部分 都是 在共產國家才有 還是獨自的國家 還有一個 立望政府 我告訴你 當時 大家都知道 共產國家 當然 都說他們的制度比較好 他們怎麼 因為他只有一個議會而已 所以 他說他們的工作效率比較高 所以 會造成立法草率 親親在在 法案 都要統計 這 不用給大家過世 目前就是這個禮 每天都看得到 再來 我們來 我們來了解 議會 成員 有關的事物 議會成員 他是怎麼三星的 有任務的 他後 經過選舉的 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們選舉的方式 有兩種 有一種 一票制的 也有兩票制 台灣現在有人 兩票制 其實兩票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從德國開始使用 德國的兩票制是 一個選票選黨 一個選票選人 那是百分之百的算法 就是說 黨的那一票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 他用黨這一票 來計算 議員的名額 有一個政黨 他如果拿到百分之四十 那麼他的議員 就可以派百分之四十的名額 但是這個方法 在日本 稍微有改變 日本的第二票 不是最重要的票 第二票 他只是達到 好像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左右 另外還保留百分之三十跌 杜瓣 應該是杜瓣 直選的時候 是名額百分之六十 第二票 選政黨的票 才可以拿到百分之四十 所以 會造成很特殊的現象 什麼現象 一個政黨 他的那個 政黨票 比如講 他拿到百分之五十 那照理講 他應該可以派遣 百分之五十名額的議員 但是呢 因為這個政黨 因為這個制度比改的後 變成說 他只能派百分之三十裡面的百分之五十 變成派十五個 所以這個政黨 那要是 導述的票 是百分之五十 結果 他只要扣這個百分之五十 可以派百分之十五的議員 入去議會 所以這個代表性 被扭曲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在算我們台灣 再來 議員的這個任期 都有不一樣 有的任期兩年 有的任期六年 比如這美國的那個 兩院制 眾議院 兩年 參議院六年 所以參議院 每年 要改選三分之一 日本的議員 眾議院四年 參議院六年 所以日本每兩 每三 每三年 每三年改選一半 就剛才這個參議院 每三年改選一半 所以 跟美國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不太一樣 所以 美國是三分之一的任期 日本是二分之一 如果說到議員的時候 現在也有一個趨勢 因為議員要參選法案 大部分都是行政機關拿出來 現在行政機關 我們很多都是專業的 他們都有他們的專業的提醒 所以你做議員的人 要去參選他們專業的人 拿出來的法案 你也就要有專業的提醒 當然你們可以請多位的專家 來幫你們提供意見 但是五個 議員慢慢會變成專業去 所以議員有專業的趨勢 既然專業 所以也就要領薪 所以現在議員 都有薪水 都會發薪水 但是發薪水 才造成一個問題 會讓媽媽說你智慧 因為他的薪水的關係 是他自己在頂的 議員自己在頂 定說他們可以領多少 所以他們是會給媽媽 智慧 萬人在這個地方 不過 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嗎 比媽智慧 我只想要台灣不聽到 其他的國家好像不聽到 萬人在怎麼樣 美國的議員 他的薪水差不多 部長的一半 美國 也差不多 他沒辦法得到部長的 結束 但是中華民國 每一個立法議員 都是部長的薪水 再來 議員 他的管理的武器是什麼 不是道德性 他的權力的武器 就是知行權 他可以接問 政府和政府的管管 這個就是他的管 人在怕那就是這個地方 大家 不知道 史上會看到 中華民國的立法議 那個議員在接吻的時候 那種正義母 那個 的概念是什麼 安全的部長 議員 有安全部長 有免責權 這個免責權 是古早 在帝王時代 那時候開始 這創立的 因為 古早時代 後幾月的時候 開始有議會 那些議員都老百姓比較多 老百姓 如果說不到話 走到鳳梯抓去台 所以他們提唱 說在議會裡面 說話要投票 會得到 免責權 不可以出分 不可以因為議員 在議會 說的話 還是他投票 不管他投贊成還是反對 都不可以因為這件事 自己觸發 做行法上的觸發 這不對 現在 現在 所有的國會 都會遵守這個原則 但是問題是說 那些議員自己本身有遵守這個原則嗎 如果我看中華民國的議會 每一個議員都可以抓到處分 他們雖然有免責權 沒問題 但是他們濫用免責權 他說你發表的言論 跟你投票 這個不受到處法 但是中華民國的議會議員 每一個的都是人身攻擊 對吧 都亂罵 手機跟拼下去 這跟免責權無關 這是因為什麼 因為議長無能力 沒有人控制議會的敵持 正如說 他可以處分這些議員 我說一個 很出名的禮 當然因為我 住在德國住了很久 所以我拿出來的禮 就是德國的禮 德國頭一個總理 那個77個在這裡做總理 他說他要去 去做好選人的時候 他有去問他的家庭儀式 問說他的健康情形 有辦法人應付 家庭儀式就說 做一年應該沒問題 結果那個一個做做十四年 做我九十幾年 我去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人 他在領導 是為了要 讓社會 可以回到主管 這跟日本不一樣 這就是 叫連軍打到 那個德國政府本身 希特勒的政府 被消滅 所以連軍佔領德國的時候 德國等於沒有德國的政府 日本不一樣 日本兩顆原子大戰投下去 天皇投降 但是日本政府還存在 所以德國情形不一樣 然後 德國被聯軍佔領之後 受到美英化三國聯軍的支持 就是 准許他 成立一個西德共和國 成立的時候 聯軍也跟他講 你還是被佔領當中 所以跟我們這時候在說 我們是被佔領 這個第一任總理 他說盡量要 恢復他們自己的主權 不被這個佔領的約束 所以 美國提倡 那時候在對抗蘇聯 提倡建立 北大西洋公約的時候 德國那個第一任總理 他就馬上贊成 他說他要參加 德國要參加 因為 他來參加的時候 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有身分參加 但是參加要有一個條件 北大西洋公約是一個武力的組合 所以你要 有軍力 要有軍隊 他跟日本一樣不一樣 日本人是自衛隊 德國因為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 所以美國跟西方英國法國 有軍隊 尤尊尼 建設他的軍隊 就是因為他在建設軍隊的時候 那時候想到德國人 大大的反對 因為 那個時候德國人已經確信了 說 兩次的世界大戰 都是德國人發動的 所以這個 一後絕對不能再有軍隊 比原還發動第三次 世界上 這個前一任總理 現在還要再建軍 所以很反對 甚至在國會裡面說 你是民軍的總理 不是我們德國的總理 那 rougeetti鋒�養 輝過一條 ox 制重 一條 我什麼是門軍的總理 我是德國總理 是你們選出來的 馬上跟議長說 議長沒辦法 叫那個跟媽的人馬上出去就給他觸犯 因為違反意識規則 所以這是變罪人身攻擊 不是你在議會裡面做什麼事情 都不能受到觸犯 這是德國很出名的一個禮 OK 講到這裡 講到這個免責權 議會裡面除了議員之外 他還有委員會 當然這個委員會是議員組成的 但是現在委員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差不多所有的議員 他們大部分的工作時間 都放在委員會裡面 在那委員會裡面 我已經把 哇 哇 小蔡 還給我五分錢好嗎 大家給我五分錢 你們給我幾分五分 這個委員會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準備法案 要交給台會去標關 這樣台會就不用拖很久的 就可以馬上處理法案 這個委員會裡面有一些常設性的 像外交啦 預算啦 臨時性的 就是有特殊專案調查的時候 還是在開聽證會 就要設這個委員會 但還有真的 最重要的目標跟大家說 還是時間說得太多 有才有太久 台南民政府的議會 我們現在也有議會 照顧 美國跟我們建議說 我們就要 拆除流球模式 流球跟我們一樣 是美軍占領的所在 所以我們歐益應該 但是在在開設的議會的時候 琉球它是採取一院制 琉球只有一個院不是兩院制 理由是琉球的面積在4600平方公里 差不多台灣的八分之一 人口160萬是我們的四分之一 等於差不多一個縣的大小 而且我們現在的菌 所以這個議會的模式 我們就不採用這個琉球的模式 我們還是採用兩院制 而且中央跟州兩院 菌應該不需要兩院制 因為我們的兩院制是因為要平衡 這個眾議院的人口代表性 所以參議院我們計畫 每個郡選三名 每個州了 寫錯 對不起 每個州選三名 所以我們現在有六州加高砂族 等於七個州的單位 所以有21名 將來可能中央要再任命10名加上去 包括議長 所以31名 在州的部分就是要用菌 每一個菌派一個代表 那就可以平衡 有些菌 人口比較少的菌 以人口比例來推算的話 眾議院 那裡的眾議院 中央是以每30萬人派一名議員代表 在州的比例是10萬人派一個代表 州的成績 那我們的產生方式呢 現在呢 就是各位自願和透過州的推薦 因為我們還沒有選舉 美軍佔領之下 我們不舉辦選舉 所以就要向國委自己推薦 你們有那個議員 要來做參議院議員 還是眾議院的議員 希望你們擁有來參加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決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參眾議員的議員的任期 任期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將來有什麼今天 現在也不能決定 會議的程序 我們現在還沒有訂出來 但是各位 現在可以做的 什麼事情 我才知道 可行的資權 立法權 你現在就可以做 什麼立法權 這個州已經開始成立紀律委員會 所以州的紀律原則 應該受州的議會的審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州跟軍也開始有飛機了 因為有補一部分的收入和支出 可以做這方面的一個感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現在國民應該要做 可以做的 就是代表和歡迎民意 做老闆時的代表 這個民意要怎麼 就是要保護你們的選民 都有你選區的民眾 像說自己選擇我們的法理論述 還是調節選擇 不同意見 這個國民現在就開始 可以處理 所以木前 也許會跟這部分比較重要 民意的代表 因為我們不要選舉 所以為民設想 最後要聽老百姓的聲音 這個就要叫各位議員 去探討 去接觸 去吸收 現在我們州的 已經有房屋庭 軍慢慢 因為普遍起來 所以各位 比較接觸去州的房屋庭 跟你的選民接觸 聽他們的意見 會他們的轉彈 給重用 拜託大家 加油 謝謝 各位董事 我們下課要睡五分鐘 下課休息五分鐘